九份在一百多年前開始 都是以淘金之為主要的產業 到現在已經是一個繁華的商業觀光區 我就發現其實在人潮退去之後 在夜晚留下來就是當地的居民 很多的老人家會跟你分享 以前這裡發生的故事 千語千尋是在這裡趨近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人情味並沒有跑掉 當時我就心裡想 我想要住在這裡 我是林忠勇 我是一位畫一設計師 其實我從以前就一直心想 如果可以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 不就是一個最夢想中的環境 這棟屋子大約有四十年的時間 它離九份老街還算有一段段距離 它是水泥的 因為經過了雨水的沖刷 所以它留下了很多斑駁的圖像 它就像水墨一樣 就是因為我覺得九份吸引我的也是這個時間感 所以我喜歡老物件 所以在這空間裡面幾乎你看不到任何一個新的東西 室內的空間就修改了 以前的客廳我改成是臥房 以前的臥房現在我改成是書房 把窗子給開大 希望可以住在山裡面可以看著海 在春天的時候 我在書桌跟工作台上面 會隨手放的這些小植物 我會用一些苔藓類跟蕨類的植物 可以讓你在看書的時候 你也不經意地去看一看這些大自然的植物 所以它不應該是太張揚或過大的 以前樓下的廚房、廁所 我就整個全部都改成是浴室 可能在一個浴缸的旁邊或上面 我就用一些枯枝或者是一些綠色的植物 既然沒有鄰居可以看見我 那我何必還有遮隱密的必要性 所以你在這裡泡澡的時候 你的窗是大的 面對的是外面的大自然 我在這裡面沒有做廚房 如果我們在這裡生活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在九份 跟這些餐廳、跟這些民居多一點交流 山上的老房子 寧可有人住也不要把它空著 那如果不在的這段時間 是不是可以讓一般的好朋友 或者是其他的朋友 可以來這裡體驗 我每次回來的時候 我第一個就是看有些人留下來的日記 大家發現每一個幾乎都才藝非常好 有人寫詩、有人畫畫 它還是我自己的私房 所以我希望還是要留比較多的時間 是給我跟我的家人 在這裡可以完全地放鬆 就在這裡過自己的三聚歲月 就在這裡像我一樣 可以隨意看 沒心就對你